又回到艺术读书会 有人说想画画就是不想读书 不想读书才走来画画 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艺术读书会 我们就来读书 好,我们今天的题目首先就是 无基硬料 这个不是有经验链 而是inorganic pigment 好,请介绍一下有什么 无基硬料有什么 土質硬料 就是有土質硬料 柱石 就是啤色 其他土質硬料 有矿物硬料 有朱砂 有白色矿物硬料 有合成无基硬料 有白色 有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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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青金石 有柱土 有蓝色 有绿色 自然有机硬料 好,大家去读书会 天然有机 一定要很努力地去学习 关于硬料的学问 所以 natural organic pigment 是什么东东呢 天然有机硬料 天然有机硬料 由碳化合物组成 它们是从自然资源中提取出来的 最初的源头 可能是动物 或者植物 許多可溶的硬料 被当作染料 必须将它们 处理成为不可溶的形式 才可以当作是硬料 我们将这个过程叫做 色电 也就是将染料沉淀于 堕性的颜料 或者色剂上面 由植物制成的红色颜料 那些西草色 直到今日仍然被人使用到 它由西草色素和红子素染料制成的 是从西草直珠的根部中提取出来 阳红色是十六世纪中期 为欧洲人所谓比较熟悉的 它是从胭脂虫里获取的 橙黄色是从橡胶树上的虫香 虽然颜色的内干性很差 但人们都会将它们 作为水彩的颜料 以下来 有机颜料已经过时了 印度黄 由食用了芒果叶的 母牛的尿液制成的 和龙血是一种红色的树枝 取自果实的 然后是木乃伊色 是一个青色的颜料 是由埃及的木乃伊的身体制成的 用来做防腐的处理 然后有天然颜料 就是刚刚说的天然颜料 就是你刚才听到的 天然的东西里拿出来的 也有合成有机颜料 合成有机颜料是什么呢 颜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成有机颜料是颜料中的重要组成的部分 合成有机颜料的结构 结构复杂的碳化合物 它们不可以在自然界里面直接删成 但是可以在实验室里面 人工制得的 性能稳定的合成有机颜料 第一次出现在1935年 当时发明了太青蓝和太青绿 这两种颜料的价格相对比较低 而且有一个非常好的内光性和稳固性 现在我们使用的颜料和它们的性能很相似 例如这个 哇 它的淡气颜料 除了西草色和蓝色 那些有机的颜料和自然颜料 没有什么关系 早期的合成颜料是由霉焦油制的 内光性就很差 那些颜料现在就被石油化工制品所取体 很多颜料的内光性就极为出色 好 那我们今天讲这个 天然颜料合成颜料 天然颜料当然是以前基本上 你没有自己做些颜色的时候 没有用化学物质做些颜色的时候 你见印第安人找些植物、矿物、颜碎 然后打仗之前打在臉上就已经是了 然后当然在近代就会发明一些 可以取代到一些贵的合成人道色素颜料 那我们今天讲颜色就 到此为止 大家记住有问题就common common之外 还要follow我们Facebook、Instagram 有问题就请WhatsApp、Messenger 有没有关于不同的问题呢 就请留待我们下一节播继续解决 拜拜 拜拜